日华牧师分享到 《神用整幅西内半岛星图指向石安教会》 就是启示六十二章所预言的小孩子 因为《神》极为欣赏我们用一生栽种出来的果子 并且我们的存在和身份亦是极为重要 因此《神》以几千年 甚至上万年累积的人类历史培育石安教会 并且以这幅极为庞大的西内半岛星图 成为石安教会的印证 绝对是值得的 然而 日华牧师教对这篇主日信息 分享到这一点的时候 发觉需要为此作出更多补充 以下是2021年5月3日 日华牧师的录音补充 现在我们看到小孩只用这么多千年累积 因为真的要有人类历史 有个案 有见证 有些人一生他们发生的 可能只有几件大事 但是在之后 这些累积了这么多世代 到最后小孩只一次过学了 OK 我们看到了 我只是说这个 小孩只是这样来的 所以小孩只不可以在之前 一定要在之后 因为他任重而导远 甚至工作量还要大过前面的任何一代 就算不是他们的总和 也起码是任何一代 一定是大过去 要求都大过去 而并且他最重要的是一个累积 因为你看到圣经、真理 都一定是一个很绝对性的累积 圣经、旧约 全部是只字不可以改 新约完全不可以 只字不可以改 我们全部接受 在我们脚前的灯露上的 全部 但是你只加上新约 旧约的就不能够了 因为旧约的谁能看到新约 看不到的 对不对 都还没写 所以这个就是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突然跳一跳 就跳下去 西洛半岛就是一个这样的圣徒 它是一个 过万年的经营 它预表了这个 根本是六千年的 所经营孕育的小孩子 这个妇人一出来 开始生孩子的时候 其实神在等着 最后那个 那条龙是不是在等着 最后那个 他也在等着最后一个 他想着一出就吞了他 圣经记载 换句话 这个是一个 由有妇人到一个妇人 今天一个是一个长时间的经营 是因为神为什么不可以早一点 今天真的不可以早一点 因为他们根本承担不了 神有没有给予妇人的机会 有 有没有给予第一个儿子 有 有没有给予第二个儿子 有 一路都有 一路都没停过 不过就是神的经营 他知道最后一个才行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说的概念 我特意跳一跳一跳 跳下去 其实你本来就是这个星徒 他告诉你 神全人类的经营 去经营 一个星徒 会说我们今年 那你就是 我这些小孩子 我们就是全人类的经营 去到今天 我就是说全人类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全人类去到今天 我们才做到一些东西 他们任何一代都不用想 起码他不会做到我们那种 精湛程度 只是信心 你想想 信业会那个 只讲一个题目 就是欣赏清晰 就是信心 都只是信心 他只是讲信心 但我们是其中一个题目的 都讲得超越一句 不要讲我们的题目 多了点之十倍 是吧 所以你会看到 我现在拉 小孩子答他的答案的时候 就顺便拉一拉 其实就是西里半导 西里半导就是在讲这件事 好 中国人呢 是吧 中国人又告诉我们 根本一路经营 我们之前对比起 南京条约 香港葛据 就是这些 是一个经营来的 香港的基建 是一个经营来的 其实 那个图告诉你 全人类历史 为了就是经营一个小孩子 但是这边 中国也告诉我们 神所经营的小孩子 就是中国 他是中国人 他就是天马 他就是飞马座 我们并且按照历史当中的安排 我们去过 做回我们应该飞马座 要教的 说的 是吧 来 今天才会 我们不懂的 sens线 有点 有点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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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